然后接下来咱们解锁啊 我们这章的最后一个问题 资产组及总部资产 它的简直的问题 那么咱们前面刚才也提到过了 一般来说咱们是以单向资产为基础 单个公平资产啊 比如一条上线做一单向公平资产的 那或一类的这种的公平资产 那或者某一个公平资产 某一项的这种的技术 但呢有的时候咱们说单向资产 难以算它的可税金额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看 它所归属的资产组 来算资产组可税金额 来看资产组的简直 那么这个注意啊 我说过资产组 它的一个简直 这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而且可以单独出这样题的 这样一个啊 那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资产组 它的认定 什么叫资产组 那所谓资产组啊 是企业可以认定的一个最小的资产组合 那肯定是什么 不止一个才能叫组对吧 两个或更多 然后组合到一起 但是呢这个要注意 这个组合怎么叫最小啊 咱们说按数量来掐吗 不行 按一个什么本质来掐 说这个组合 它所产生的现金流入 应当基本上 独立于 不一定绝对啊 但基本上就可以独立于 其他资产或资产组 所产生的现金流入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就可以构成一个 叫资产组了 这就是它能够产生 独立的现金流入 能够独立创造价值 那么这一个最小资产组合 对吧 最小资产组合啊 这么一个 那么咱们说 这个资产组有什么呢 与创造现金流入 有关的资产构成 不是把什么资产都往里放 有关的能创新流的放进来 创造不了的扔到一边 那这叫资产组啊 一定叫相关的创造新流 相关资产来构成 换句话说 再缺一个不行了 就每个资产放在其中 都要考虑 把你放里面 能不能 那影响现金流入 说把你放进来和拿出来 都不想现金流入的话 你就不是相关的资产 对吧 但是如果放在里面 也能产生现金流入 把你拿出来就不能产生 你就是相关的 那他换句话就有用的呀 从现金流入来 角度来看 对吧 那么咱们说认定资产组 应当考虑的基本因素 对吧 那么首先咱们说了 资产组的认定 是以资产组产生的 主要的先流 是否独立掐赞或掐赞阻的 先流入为依据 那是以先流入为依据的 这最基本的这一块 能不能独立 跟其他人是隔离开来 所以呢 咱们说 它是否能够独立产生先流入 这是我们最为关键的因素 这是最基本的 从概念来推出来的 那么这里举了例子 说企业 它的一些生产网点 对吧 营业网点 业务部门 那如果能够独立 其他部门 或者单位等创造收入 产生现金流 或者创造收入和先流入 绝大部分 可以独立其他的部门单位的 而且属于可认定的 最小三组 可以认定的这种组合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它认定为一个 三组 换句话说 它是什么 就是都是相关的 创新先流有关资产 这么一个 那好了 你就是一个三组 所以呢 在这一块 有的时候 咱们就存在一个什么的 这个注意 咱们所谓三组 对吧 它实质上就有可能 以它为单位 做会计合算 以它为单位 比如说 企业当中 某个车间 能够独立的进行合算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能够独立的 产生现金流入 那和其他能隔离开来 独立产现金流入 那这时候 人就有承包了 说我把这块承包下来 那然后呢 独立合算 可以的 对吧 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三组 它有的时候 也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呢 有的时候不是绝对 有时候也可以成为 一个独立的派计图体 但不是必须 这么一个 那么在这块 咱们看个例子 说丙块公司 用一个煤矿 与煤矿生产运输相配到的 是有一条专用铁路 专用铁路 那这铁路干嘛呢 这个铁路就专门 那负责什么 把这个企业的煤矿 和国家的铁路网连接起来 换句话 你要运输的话呢 那必须什么呢 一定走什么 像他这块 一般来说都走铁路运输 走铁路运输的话 这块 那么国家不会单独给你 做一个什么 铁路网去研进来的 那你必须说什么 我自己做一个铁路 接着 煤笔的用途 这铁路 就是负责把这个煤矿 它的煤运出去 对吧 就这么一个功能 干不了别的 那只是你们来用的 那这样的话 说这家铁路系啊 除非报废出售 否则的话 它是至于使用功能当中 难以脱离煤矿生产运输 有关资产 而单独产生铁流入 因为那你说 咱们说用其他用途 其他单位 个人都不需要 只有你们单位需要 而你单位需要 只是因为那煤矿的生产运输需要 所以这条铁路 它不能够正常来说 产生独立铁流量 因此这种情况下 注意我们跨业这个公司 就难以专门对这个铁路 这一条专用铁路线 那么可睡进口做估计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和煤矿 其他资产结合在一起 使用一个三组 来估计三组的可睡进口 那这咱们说 有很多跨业公司都这样的 它又都有一段专用铁路线 当然是国家批准的 国家批准之后 修一段几公里 然后连接到国家的铁路网线上 那只有你们用 其他任何单位都不用 所以什么 合到一起来 赚个大资产组 那么在这块也要注意 说企业在认定资产组的时候 如果啊 几项资产的组合 生产产品 或者产出 本身有回市场 本身产品有回市场 那么哪怕你其中那部分 这种产品产出 或者所有的产品产出 只是供你 企业或者其他内部使用 那么这时候也表明 说这些资产 它组合 能够产生独立的先进流入 这点很关键啊 因为呢 有的时候 那咱们可能会认为什么 这个只有对外卖才可以 但是人说不是的 我只是内部使用 但它客观上 市场上有这个东西 有的话就客观上 它就可以产生 具备这个能力 好了 客观有这个能力就行了 不要求必须是在现实当中 已经这么去纳产 现金流入 不需要 客观具备这个能力就可以了 注意这个观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服务其他相关条件情况下 它又能够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 我们就可以把它认定为是资产组 那再一点 资产组认定还要考虑呢 这企业管理 管理层对这个 资产基金活动的这种管理啊 经过方式啊 比如说资产线管理啊 资产业务种类啊 资产地区按区域啊 按这种呢 经过方式的考虑 以及对资产的持续使用 或处置的决策方式 所以不仅仅是产生 线流入的问题 还要考虑一个 观众意图的问题 这么一个啊 那么在这举个例子 比如说企业各上线都是独立生产 管理和监控的 那这样的话 每条上线就可能被认定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组了 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好处啊 好处在于我可以单独的决策了 为什么要单独的 独立生产管理和监控啊 就单独做决策 说如果这上线这产品不好卖 咱们上线就砍掉 对吧 咱经常听到啊 说介绍说哪个企业 对吧 说这产品不再出来 砍掉上线了 实际上什么 整个资产组就可以去掉了 因为它单独的 对吧 这样一种 那如果啊 说有些基计设备是相关联 相关依存的 它的使用和处置是一体化决策的 那这个时候 这种基计设备 很可能是应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的 那注意啊 咱们只是说很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是提到了一句 它的使用处置是一体化决策 没说其他的 所以我们判定说在这种上有可能是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没说绝对的啊 这么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 说基计设备本身 它可以产生独立限制的流量 那每一个 但是呢 因为它们是使用处置一体化决策的 那好了 合在一起考虑做自然阻 有更有可能 对吧 好了 在这看个例子 说假家具制造有些公司 由M和N两个扇车间组成 那其中M车间 专门扇家具的部件 这个部件本身是没有回市场的 那这个部件这部分实际上什么呢 不能独立产生性流量 对吧 但这家部件上完就给N车间 N车间呢 负责组装并对外销售 那这话 那其实现在很多家具都这样的啊 咱们都说从厂家拿 因为很少有时候什么 那个摆家具样子我直接拉了 很少的对吧 都是呢 去定制 那因为这样方便说 按照个人的意愿去调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车间生产部件 另外车间呢 负责组装对外销售 这么一个 那么贾家具装兽装公司 对M和N这个车间的自然的使用处置是一体决策的 要么 我这两个都用 要么这俩都不用 要卖就一起卖 那在这种情况下 M车间和N车间 这个时候通常会被认定为是一个资产组 那一体化决策的问题 那么一个啊 那么这像什么呢 这个东西 那有点像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 这段呢 内容对吧 看《红楼梦》就这么一段 那么说什么啊 这个四大家族 对吧 贾 使 对吧 王 靴 因为四大家族 其实就是什么 一损继损 一荣俱荣啊 那这样的话 咱们并不会单独来看某一家 其实 包括呢 对于那皇帝 当时那书里的皇帝 皇帝对他们家也是这个态度 对吧 那这四家要么都倒 要么呢 都留着 所以这时候他们形成什么 将会叫一个四大家族 其实就是 用我们快来一说 这叫资产组 一体化的决策 这样帮大家理解一下啊 那列一下 好了 那这三组的认定 这话要注意 因为咱们说 除了本身 他最主要因素 考虑先进流入之外 还要考虑一个管理层的意图 对吧 这种呢 管理的决策 这话 那么这里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特意强调了 这三组的认定 认定了之后 不得随意变更 那不得随意变更 在各块已经保持一致 那 也就是说 我这三组的各项自然的构成 通常不能随意改变 不能说 我这里边 从哪自然 摆出来 放到另外一组里了 不能这样 因为往往是什么 一体化决策 那就要决定的 对吧 所以在这里强调了 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 好了 那咱但凡看到 不得随意变更的 就能明白了 它还是有变更的情况的 明白 所以呢 这边要注意啊 它只强调不得随意的 明白 那举例了 说某假设备 本身15年 当然属于A3组 如果无特性化 16年还应该属于A3组 不能随意把它调到其他里 不能随意变更 明白 但是呢 什么情况可以变呢 如果企业方重组 变散用途的原因 导致A3组确实需要变的 可以变 那你证明合理性 而且复诸中做说明 你要把这信息传递给 八百使用者 那为什么要复诸啊 就是传递信息的问题 就是咱们那快信只要要求 那信息传递出去 这样一个啊 好了 那咱们说完A3组 目的干嘛呢 其实是考虑减值的问题 那目的是考虑减值啊 所以下一个咱们说A3组减值 对A3组呢 那也一样 他的减值比较我们一般资产 也要算可税金额 也要算账面价值 那所以首先 要不说这个A3组的可税金额 和A3组的账面价值确定 那第一个 他的可税金额 是按照A3组的处置金额 和A3组的预计未来限制的 较高者确定 还是这样的 还一样比较 只不过这回比较的主体变了 不是单向自然了 是这个组的处置金额 是这个组的未来限制的限制 还这么一个原则 对吧 那么 而这个账面价值确定呢 这个应该和我们 可税金额去的方式相一致 也是跟自然组保持一致的 一个口径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 这账面价值构成有什么呢 第一个 直接归属于自然组的 这些资产 那直接相关资产 这一般的 以及特殊的 特殊的什么呢 可以合理一致的 分摊到自然组的 分摊过来的内部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就要自然组的账面价值 那往往呢 就会出现什么呢 可能存在着 这个总部资产啊 商欲啊 分摊一部分到自然组上 所以呢 一般是 我们自然组 他这资产的构成 加上分摊过来的资产 主要自然账面价值 通常注意啊 一般情况下 不包括 负债的问题 因为负债的是这个企业的负债 对吧 所以通常不包括 你确认的负债账面价值 只有一个例外 说什么呢 如果不考虑负债金额 就没有去资产组 可谁饥饿的除外 那 这么一个啊 就特定情况下 考虑负债 一般情况下 是你起的负债 所以呢 不考虑那个负债 这样一个 因为我说资产组嘛 不用考虑负债通常 是吧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说那个特殊情况 就考虑负债的一个情况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是吧 什么情况考虑负债呢 那么说的是 对于这个资产组 他在处置时 如果要求买这个资产组 的负责者 你需要承担项负债 比如说环境恢复 义务这个负债 那这个就要注意了 这个就是谁买了 谁负责 那如果买的 必须承担这个负债 而负债金额 已经确认了 净弱自然账面价值的 同时呢 说对这企业来说 也只能取得包含着 资产和负债在内的 单一的公寓价值 解除负用的金额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你为了合理的比较 负债价值 可税金额 那你不考虑负债不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确定 资产组的负债价值 和预约威限制时 都要什么 都要把你确认的 负债金额 从中控除掉 把这个考虑下来 因为我们说 这可税金额 这块包含什么 处理金额 而处理金额 是必须包含负债的 所以 同一口径比较 那咱们必须把它的账面价值 对吧 必须把它预计 未来限制 都考虑负债 才可以 那对于这问题 咱们看个例子 所以公司在东北 经营一座 某有色金属矿山 那根据相同规定 说这公司 在矿山完成开以后 要有一个 恢复原貌的义务 那恢复义务 那么恢复费用 主要是什么 山体表面的 这个表层这块 它的复原费用 比如说恢复职位 因为这个山体表层 必须在矿山开挖之前 就挖走 所以坏的话说 你一旦取得这矿山 你就把这个表层就挖走了 那这时候 不管是谁 你都有的什么 只要你买这矿山 你就有这个恢复义务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 义公司在上级表层 一旦挖走了 马上就要 却一个预计负债 进入矿山成本 那这个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 咱们讲公司案里讲过 对吧 讲公司案里讲过这个东西 那么18年1231 随着这个开采进展 义公司发现了 矿山当中 有色金属的储量 远远的预期 所以可能发生简直了 于是做检测事 那么考虑到 整矿山的先流量状况 认为 整体是一个资源组 比较恰当 那么这个资源组 在18年年末 账面价值是2000万 包含着确认的 恢复山体原貌的预予负债 包含这个 包含这个2000万 包含这个预予负债 那么他说 如果把它卖的话 整个处置这矿山这三组 人家呢 愿意的报价是 1640万 那这里是含有 恢复山体原貌的成本 也是扣解这个成本因素的 人说我也出这个价格 那么预测费用是40万 因此在这块 这个矿山供应价值减准处置费用的 净额是1600万 而未来先流量限制多少 矿山本身的限制是2400万 没有恢复费用 没有那1000万 那这样的话 你发现 人家给你的报价 这个处置净额 人家说了 我只能给你出1600 对吧 因为我要承担那什么 1000万的恢复义务 那你的账面价值 你的限制这块呢 也一样 咱们都得考虑进来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为了合理的比较 账面价值 可追净额 所以无论是账面价值 还是未来先流量限制 都要把这个负债 给抵护下来 因为人那个处置净额 人家考虑过了 你呢 这也要考虑 因此说这个处置净额 考虑回复费用之后 是1600 1640-40 对吧 考虑回复费用了 对吧 那么未来先流限制呢 要考虑回复费用的 多少 2400减去1000万 1400万 所以 顺额原则 2600 这已高 对吧 那么可追净额就定下来 1600万 再和账面价值比 这个账面价值也得是 考虑 那恢复原贸的预计负债 那账面价值是2000万 减掉1000万的预计负债 还是1000万 那是扣除啊 扣除掉恢复原贸费用的 1000万 所以可追净的1600 大于账面价值 说明什么 没减值 没有发生减值啊 这样一个 那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咱们单击一下 好了 那说完这个啊 咱们来考虑三组的检测试了 因为一般来说都好办 是吧 一般来说都好办啊 那么特殊情况稍微说一下 紧接咱们进减的测试了 那咱们就比较 资产组的可追净额 和三组账面价值 如果可追净了丁的 那么这个差额 是三减的损失 但这个注意 单向资产的减值 就是他自己的 那你现在是三组啊 所以这个减值是整个三组里面 这些资产共互分担的 所以这个损失 需要给各自来分担 因此 这三组的减值损失 分担是有顺序的 那第一位顺序 先去抵减分到三组的 商与的占名价值 这咱们也知道 所以商与呢 是这个企业 它的一个超额的收益能力 叫商与 那就是咱们一般来说 企业并购 那并购当中 那你这个企业 存在超额收益能力 所以人家买的时候需要什么 多出钱 多出的钱 多出不管就什么 超额收益能力 而这个呢 商与这个 咱们说他不能单独的去算 因为是整个企业的超额收益能力啊 于是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商与 往能够创造价值的每项资产上分摊 得到你们的超额收益能力 每个都分摊多少 那么这样的话 假如说A3组 给分摊过来一部分 现在A3组简直了 所以先去抵A3组的超额收益能力 就是分摊到A3组的商与账目价值 那分多少 你就抵多少 对吧 不让比例抵啊 是分给你多少商与 你就抵多少 抵完为止 商与抵完为止 那如果抵完商与账目之后 还有这个组的简直的 要接下来啊 按剩余的其他各样资产的账面价值比重 去按比例分摊 这个简直 按比例分摊 这么一个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商与这块是个无形的 所以我们准则优先把它抵掉 那优先把它抵掉 抵完之后呢 说还有这个组的简直的 那行了 你们这几个按比例分摊吧 那按你们账目价值比例分摊 那那么分摊时 这个要注意 分摊时候 那么咱们抵减完了 每个自然的 那这个简直不坏 那么成为单向自然的简直 不能整合三组的简直啊 三组分摊每个单向自然上 单向自然简直尽损 这样一个 那么在这里有个限制 说我们呢 刚才这个抵减顺域当中 抵减后每个自然账目价值 不得低于下列三组中的最高者 一个是 这个资产的 每项自然的 单向自然的净果 处置进口 也就是呢 这个资产的未来限制 能量限制 一个是零 就是我不能把它抵完之后 把这资产抵成负数 最多到零 那所以有一个限度的问题 不得低于下列三者中的最高者 那这个三哪个高 按哪个来 对吧 你说这两个怎么出来 这要是有个零吧 对吧 说这两个能搞出来 是个正数 那就以这两个高的那个来做 那这样的话 就注意了 就咱们说的 一个困价解决 处置费用能进口 单向自然的 一个是单向自然的 未来限制 一个是零 那么这里咱们发现了 单向自然的 处置进口 和单向自然的限制 咱们都加了一个 如可确定 于是不一定能确定 反正至少有个零 给你兜地的 对吧 你要能确定进口 按进口 你要能确定限制 按限制 这两个都能确定 按高的那个 这两个都确定不了 还有个零给你兜地的 这样一个 那这样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 抵减的限度 抵减的限度的话 由此导致还有一份损失 没人去分担 怎么办 那么按照其他的资产 那这个 占不加热比例 做二次分担 那这就是咱们 三组检中最难的 那个问题 二次分担的问题 对吧 那这话咱们来 通过一个例题来说一下 这个就通过例题 最合适啊 说丙公司有一条设斜线 设斜精密仪器 设斜线由 ABC三部机器构成 成本呢 一个是八十万 一个是一百二十万 一个是两百万 使用年限都是十年 都可以用十年 材质都微零 都有年级平板 提个旧 这有简化了 然后呢 一八年 一八年 由于说这资产线 所生产的精密仪器 有替代产品上市了 导致你的产品销路 锐减百分四十 你的销路锐减的话 你带来先流量再减少 对吧 所以可能发生减值 那你看这是一个什么 减值迹象 对吧 你的现金流量要减少 怎么减少 是哪个产品 减少了 销路减少了 所以呢 你的现金流量再减少 那么算减值 一算呢 什么时候 一八年一二三一 对吧 这样一个 那么说 接着到一八年一二三一 在这时候 我们一看 说只要上线 已经用了五年了 还能用五年 以前没提过减值 没提过啊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账目价值都有 正好一半 对吧 一个四十 一个六十 一个一百 三个账目价值都有 然后综合分析之后 发现 ABC三部机器 都没法单独产生先销质量 但是呢 整条上线合起来 构成一个完整的产销单位 所以ABC合起来 属于一个三组 属于三组啊 这块 然后 A这块 你算没限制流量 但是A可以单卖 供应单减减处理费型的金额 三十万 BC呢 估计不了 他的处理金额 也估计不了 未来限制流量限制 其实ABC都估计不了 对吧 前面都说了 无法单独产生先销流量 ABC单独都估计不了 但A说我呢 单独处理账有价值的 三十万 BC连这个都算不了 那 好了 那这样的话咱们说 你们三合起来做一个子安组 这子安组未来五年的限制流量 加上一个12套质量率 得到这张扇线 整张扇线件 它的限值是120万 120万 那同时因为无法合理估计 扇线的国家解除费用的金额 于是以其限值 最可说的金额 以这个来算 那这样的话咱们会发现 整个这子安组 占门价值是有的 40 60和100对吧 用了一半嘛 就用了那一半时间对吧 所以是那200 而咱们可说的金额 是用限值来算出来的是120万 所以整个子安组发生减值80万 那这是三个设备的 所以得给这三个来分配 那么现在告诉你这样的 那限值的话发生减值80万 往ABC里去分攀 关于怎么分摊呢 是个问题 你看 那么这里啊 这个A这话它有限度的 他说了 我不能都承担 按比例承担 我有个限度 限度之内我可以超出 我不承担 因为它有一个处理进行 你看 所以A要保证 你分我几岁之后 我的账面价值也不能低于30万 那具体的分摊 咱们来看一下 那看一下大屏幕啊 这块 那首先 那ABC价格都有 一个40 一个60 一个100 那整个上线 价格价格也有了200万 这已知条件 那么可睡镜的话 咱们看一下 合起来 只要上线 可睡镜120万 所以整个上线 三组 简直是80 简直80 那这80呢 其实应该分给ABC 分给ABC 这样一个 那么实际上 按比例 按各自的账面价值比例 那就40除以200 60除以200 和100除以200 所以分20% 30%和50% 那去按比例分它就行了 那其实给A的 应该分多少 20除以80 这个16万 B呢 30乘以80 24万 C呢 50乘以80 这样一个 应该这么一个分配 按比例分 对吧 但是呢 B没得说 3824 C没得说 那5840 A说不行 A说我呢 这话注意 我账面价值是40 而我能算一个处理净合 是30 所以我最多承担是10万 最多承担10万 你就不能2816给我分 你最多给我承担多少啊 最多给我10万 对吧 这样一个 所以本来由A还要分担16万的 现在只能给他10万 所以这样第一次分担之后 一次分担了 那么分担了74万 看见没有 一次分担分了74万 B C老老实实按比例分了 那你没话语权 你这里面 B C按比例分 A是呢 有点话语权的 所以解决减值 减的也少 那么分担后账面价值 A剩30 B呢 剩了536 C呢 剩了60 这样一个 那这又导致什么 其实还有6万 没人分担呢 这6万没人分担 A说我可不再来了啊 你不用再给我了 我不干 我不干 那没办法 B C没有一家能力啊 给他俩分担吧 所以按B C的这个比例来分担 对吧 所以注意啊 尚未分担解释损失 是按B C占面价值比例 对吧 那这个时候注意 B C两个占面价值比例 那A就不用考虑在其中了啊 那B呢 占37.5% C呢 占62.5% 他俩来分担6万 那么给那B 那这个要分担的话 那就是分担两万两千五 这六万当中的 C呢 剩下的三万千五 这样的话呢 分担完了 分担完了 整个六万 那整六万 那好了 A呢 就分担一次 分担一次 明白 所以呢 B呢 他一共就十万 简直 B呢 是两次的 王启家 二十六万两千五 C呢 也是两次的 四十三万千五 那这样的话 把这八十万 简直都分担完了 分担完之后 A帐篇价值还是三十 B呢 G不减少了 变成三十三万千五 C呢 G不减少了 变成五十六万两千五 那这是咱们说 分担后的这个结果 那这里啊 就做了一个解释啊 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A 那只分了十万 按比例应该分十六万 但A这话他说 我本身 我有单独卖的价值 对吧 我最多承担十万 多出去六万 B和C 你俩 实际上你俩没有 单独卖的价值 你看 这么一个啊 那这样的话 ABC 分别要劝 自己的简直 一个是十万 一个是二十六万两千五 一个是四十三万千五 然后分别提减减减准备 因此账务处理 注意 那么代工资案减减减减减 G7A的 十万 B的二十六万两千五 C的四十三万千五 G呢 三岁的损失 一样的ABC 就这么一个问题啊 其实咱们考试当中 最爱考的就这个问题 最爱考的就这个 这关于资安组的减值 然后再一个 关于总部资产这块 总部资产这个 咱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咱们说 所谓总部资产 指的是啊 企业集团或其事业部的 办公楼啊 电子数据处理设备啊 研发中心啊等等 这企业就是总部资产这块 那么这个总部资产啊 它特征是什么 不能光列举啊 好了 那咱们说 对于企业总部资产 它最显入的特征是 难以脱离其他资产 或资产组 去产生独立的信息流入 它虽然是资产 它不能产生信息流入一般 它更多是一个间接的 而且呢 于是总部的 是大家共同来 那时候它管理的 所以资产的占不价值 也难以完全归属于 某一个特征资组 是要大家来负担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因此呢 我们一般并不会对 总部资产单独的检测试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办公楼 办公楼这个 咱们是办公用 所以它呢 并不会单独产生 未来信息流入 除非你说卖了 明白吗 但是呢 办公楼 咱们也不能说 我卖了没法办公啊 所以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往各资产里去分摊 或资产组里去分摊 所以需要和其他相关资产组 或资产组合 那结合起来做检测试 这样一个 好了 那紧接这里就出了第二概念 资产组的组合 所以资产组合 是由若干个资产组 来组成的一个最小资产组合 就原来资产组本来就是一种组合了 现在呢 是什么 组合 王岐组合 叫资产组合 那这里包含资产组 那或资产组合 以及分摊过来的总部资产部分 那叫资产组合 好了 那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简值的问题 虽然咱们在 那这个20年考过一次计算题 但实际上呢 我始终说那不追重点 那咱们先简单说一下总资产的简值 然后呢 咱们后面做一下20年考题就算了 不要花大量金在这上面啊 那在资产费表日也一样 如果发现某总部资产可能发现简直的 我们来算你属于哪个资产组和组合 对吧 算一所归属资产组和组合可受于金额 然后呢 与资产组和组合的战略价值比较 判断有没有简直的问题 对吧 那在这块注意 那我们通常都对资产组做检测事 那这关键在于什么呢 总部资产咱们就把它拉下 于是我们先认定所有和资产组 相关的总部资产 然后呢 再考虑我能不能把总部资产往这里分摊 那能按照合理一致方法去分摊 那么分不同情况来处理 那第一种 总部资产这些都能按照合理一致的 就往资产组去分摊 那么能分摊的部分 那就参与到其中吧 对吧 所以把分摊过来的总部资产账目价值 放进资产组当中 所以我资产组账目价值多了一块 但我资产组的可税金额还那些 于是我们就比较 包含有分摊过来的 总部资产的账目价值部分 加上呢 我原来资产组的其他部分的价值 合起来作为账目价值 然后和资产组的可税金额比 然后接下来按照咱们前面 资产组的简直顺序来做处理就行了 这一个 那如果说我总部资产 难以按照合理一致的基础 往资产组分摊的 没法往单个资产组分摊 那这个顺序要注意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不考虑它 不考虑总部资产情况下 单独比较资产组 它的账目价值可税金额 然后看前面有没有简直 如果有简直 按照前面处理原则来处理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一步处理完之后 开始认定什么 最小资产组合 这个资产组合是什么呢 包括所有的测试的资产组 和可以分摊过来的总部资产 这个资产价值 这个时候怎么能分摊了 你想我没法往单个分摊 但是我可以往什么 你们所有的分摊 反正这些都给我管 所以我要能分摊过去的 还是在组合上能分摊 这么一个 然后接下来就比较 这个组合的资产价值了 分摊 包括分摊过来的总部资产价值 与组合的可税金额了 然后接下来还上着我们资产组的简直处理顺序来做 就这么个顺序 好了 对于那总部资产那个 一会咱们讲个例题就行了 就考题情况看一下就得了 不做重点 然后咱们其实资产减值内容就基本到这了 咱们在这块说一下资产减值的列报 这个列报主要在什么 资产分表上 对吧 就是说我们在这块 这块 涉及到的相关资产 然后在我们资产分表列报 如果对资产提前准备的 都要扣掉减值准备 比如公资产扣到公资产减值减值准备 公资产扣到公资产减值减值准备 项目 背景项目 并不是单独列报资产减值准备的 对吧 所以资产的背景项目 这个 那此外呢 就是利润表下 利润表下 我们这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 列入到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项目 列入到这个报表项目当中 那么这在这块 有的 而资产减值本身 注意 是我们快的一个估计 它并没有产生现金流的问题 能没有 虽然我们是用先流量理念 来做它 但它本身提减值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某某资产减值准备 没有新流 所以不是要先流量表 那就直接反一下 不涉及到 算明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关于税的问题 那在这上说一下 我们这一章是一道 各项资产的减值准备 相关的快税差异 都是对应的资产的 这样子来说的 所以也不单独来说 我们的减值准备的 快税差异的问题了 好吧 所以这会儿 它实际上就是 前面没假的 放在这统一讲了这么一个 以及这里特殊的一个 关于资产组的减值的问题 好了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考题情况 16年有个判断题 这块 很有意思 这个内容 它说包含商与资产组 发生减值损失 应按照商与的账面价值 和资产组内其他资产的 账面价值的比例 做分摊 那么很多同意 当时一看这些有点懵了 说这个商与减值怎么又冒出来了 在当时我们教材当中 已经把商与减值给删掉了 怎么又冒出来了 其实没有冒出来 对吧 他还说资产组的减值啊 不要不大 受混淆 那像这类的资产组减值 发生减值 首先抵减分摊过来的商与 然后其他的 那么资产 他简直才是按比例来分摊 所以这个要注意 商与是优先抵掉 所以这个错了 他还在搞资产组减值啊 在每一个 然后这个呢 注意就是咱们那个计算题了啊 稍微说一下 说奖司有一栋办公楼 和MPV三角射线 那办公楼是与MPV射线 有关的总部资产 那总部资产这个问题 对吧 19年1231 办公楼MPV射线 其占本价值 办公楼200万 M是那80万 P120万 V150万 占本价值 然后到1231 都有简直迹象 于是决定做检测试 办公楼 没办法单独 做检测试 而MPV射线 分别被认定为13组 那么要求 一个分别计算 分摊了办公楼的 占本价值的MPV射线 要去的检测金额 那么这个题注意啊 他要求我们 首先计算 他的减值 分别计算就是什么 M一个 P一个 V一个 算 这只算就完了 第二个呢 算办公楼 要确认的 简直损成金额 编制快据分路 所以第二个 是说办公楼的 简直金额 算一下 编分路 然后第三个 分别算一下 P线线中 E和F设备 应确认的 简直损成金额 注意 这不只是算 一定看清楚啊 这只是计算 对吧 好了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资料 首先呢 说1231 蒋生运用合理一致的基础 将办公楼 占本价值能分担到MPV射线 这个金额 对吧 那分担完之后呢 分别为40万 60万和100万 因为一共200万嘛 给他各自分摊 40 60 100 然后1231 分摊了办公楼的 占本价值的 MPV射线的 可说一金额 那么每一个多少 一个是140 一个是150 一个是200万 这是资料 然后资料三 说率线P 有两台设备 E和F两台设备构成 那么E和F 都无法产生 单独的先进流量 对吧 那1.1.1.31 E和F 它的账面价值 1428 172 那么估计E设备 有固定价值 那45万 处置费用1万 F设备的供应价值 处置费用 都不合理估计 不合理估计 那么其实呢 咱们来看 其实这个题很简单 比起啊 咱们有特别看那个教材的立体 比那个总部资产 那个简单多了 那咱们看一下吧 首先说 分摊了办公楼 占本价值的MPV射线线 要续续续续进口 其实很简单 对吧 每一个它有自己 占本价值 每个都有可说的进口 每个呢 又分摊了 办公楼占本价值 忘记一加就完了 对吧 所以M产线线 包含总部资产 账目价值多少啊 80加40 对吧 120 可学习的140 没有减值 就完了 对吧 然后P 包含总部资产 账目价值 120加60 180 可学习的150 减值 30万 减值30万 对吧 然后紧接着V V呢 含总部资产 账目价值 150加100 250万 可学习的200万 减值50万 这第一个就完了 很简单 对吧 这有什么呢 可学习金额 占目价值 只不占目价 多了一个分摊过来的 那我把这个分摊过来 加进来 再和可学习金额 比不就完了吗 这第一步 那第二步 对吧 说算下办公楼 要去的 简直损认金额 编制 快一分路 那这个注意 那这个注意啊 在M那块 它是没有 简直的啊 这块 不要考虑 M那边 那么主要在P和V那里 有简直 对吧 P和V那里 简直多少 按比例分摊 按比例分摊 那么P那里 简直30 按他们的账目价值比例啊 办公楼 是多少 分过去的是60万 对吧 分过去60万 按账目价值60除以 180对吧 然后简直30万 按比例分摊 在V那里呢 50万简直 办公楼 分给V的那里是100万 那么100万除以 那150加100 除以250 按比例分摊 对吧 所以合计 合计是30万 办公楼要去 简直30万 那账目处理 带公司安检直准备 其实最好写个明细 办公楼 借账减值损失30万 就是这个 就完了 对吧 然后紧接着注意啊 紧接着注意 咱们说第三问 P扇线中 E和F确认解决 所在进口 那注意啊 P扇线这个简直当中 你要注意 首先你办公楼 你拿走一块啊 按账目价值比例 拿走一块 剩下的才给什么 才给这两个 对吧 所以注意啊 咱们这一块 首先P扇线的简直 那按比例分摊 分20万 20万给什么 那两个设备 那么这两个设备 还要注意 就有那二次分摊的问题了 那注意 E设备 按比例分摊 按比例分摊 应该分的多少 就是20万 然后按比例分摊 48除120 对吧 应该分摊 8万 但E设备 说了不好意思 我呢 有一个限额 我最多承担多少 承担是4万 那因为我的处置 净额有44万 我账本价值48万 我最多承担4万 你按比例分我8万不行 我只承担4万 所以E设备 有4万 E设备有4万 那剩下的都只能推给 什么 F了对吧 因为就他俩嘛 对呢 F设备 本来按比例 来分摊一个 分多少呢 应该分12万 但是又加E设备 不肯分摊的 于是圣都给他了 20减4 16万 所以他这个把我们 二次分摊都被提拿进来了 但是呢 二次分摊什么 这个只给一个设备分摊 就完了 对吧 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好了 这就是呢 咱们说关于 三组总部资产的减值 这个内容 所以从考上来看啊 这个总部资产考那次 其确比较意外 但是呢 稍微的把这原则掌握了 也就可以了 对吧 咱们把刚才那个考题 做一下就完事了 是吧 三组呢 倒是个重点 三组 然后呢 他的这个减值 这是个重点 那后面呢 咱们客囊协计要稍微练一下 也就行了 好了 这咱们来讲 我们资产减值的这个规范 我们稍微秀一下 准备进入我们的客囊协计 要演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